我们来看这一题 用0、1、1、1、2 这五个数字呢来排成五位数 试问可以得到多少个不同的五位数 好那既然要是五位数了 代表0不可以摆第一位 所以我的第一位呢就有两个选择 有可能是一万多 有可能是两万多 好那如果是一万多的话呢 我后面剩下了什么 我用掉一个1嘛 所以我剩下了0、1、1、2 好我这四个东西下去做排列 但是1、1是一样的 所以我必须要除以2接 所以24除以2所以是12种 好那如果我用2下去排呢 我是不是剩下0、1、1、1 好四个数字去排 可是却有三个是一样的 所以呢四阶层除以三阶层 所以呢就会剩下四种 好所以总共呢就是12加4 是16种 好那这个呢是一个一个算 那如果我们不要一个一个算呢 我们用全部去减掉 0排在第一位的情形 好全部的情形就是这五个数随便排 然后呢扣掉0排在第一位嘛 所以我如果0排在第一位 我后面就是四个数字 1、1、1、2 四个数字去排 所以四阶层 但是1、1、1 三个重复 所以除以三阶 好所以五阶层是多少 嘿我这边少算了一个 sorry 全部是五阶层 但是呢1、1、1重复 所以要除以三阶 好所以五阶层除以三阶层呢 是五四二十 减掉四阶层除以三阶层呢 是四 所以呢是16种 好是一样的哦